特别的孩子是上天给的礼物 堂宝宝挑战自我 首次组队滑龙舟比赛 试试看 想不到说他给我们的这个回馈 既然是这么的专注 以及这么的用心 陪伴持缓而成长 每一步慢慢走 但只要把握黄金旗剧疗 他们也能赶上同龄孩童 我们很担心说如果将来 假设我们老了或离开了 那他怎么办 这个顾虑也是有 然后帮助他进社会 是不是社会可以去接纳他 你的孩子上学开心吗 很多第一期糖尿病孩童 上学压力比你想象得多 小孩子的同学等爸妈说 你不准跟糖尿病的 不能跟母母玩 他是糖尿病 他会传染给你 其实这个都是污名和误解 先天性心脏病孩童 连上学都被拒门外 其实学校不是不敢受 而是学校觉得怕负责任 他们需要更多的爱和同理心 本周六晚间 爱特别的你 进新闻调查报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